好 再来看一条来自新华市的消息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 英国人阿克毛走私毒品死刑复合案已经复合终结 最高人民法院经过复合确认 2007年9月12号凌晨 石肯阿克毛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度上别市 携带4030克海洛因乘坐国际航班 抵达新疆乌鲁木齐国际机场 入境时中国海关安检人员 从阿克毛的首提行李箱的加层内 查获了其携带的海洛因 竟鉴定纯度是84.2%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阿克毛向中国境内走私数量巨大的海洛因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其行为构成了走私毒品罪 罪行极其严重 依照中国刑法第48条第347条的规定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阿克毛的死刑判决量刑适当 遂依法裁定核准该死刑判决 在阿克毛被羁押和接受审判的全部过程当中 其应当享有的诉讼权利和有关待遇 依法得到充分保障